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要闻方面 全美200城市有示威抗议工资过低 全美有200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抗议工资过低 要求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 在纽约 数百人聚集在连锁快餐店麦当劳门外抗议 组织称选择4月15日抗议 是因为日期英文发音与为了15美元相似 目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每小时为7.25美元 而美国快餐店的平均工资为9美元一小时 一名工人的年均收入约为18500美元 相比局设定的四人家庭年收入23000美元的贫困钱还低 外界预期提高最低工资可能成为明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争论焦点 日媒指默克尔督促日本加入亚投行 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指出 首相安倍晋三在本月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默克尔敦促日本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报道说默克尔呼吁日本也成为异象创始成员国 介入相关事务 但安倍仅持谨慎的态度 而希望德国在确保组织运营的透明度方面 可以加强合作 安倍指出亚投行贷款决策机制和出资负担额的分摊 等运营方面存在不透明之处 认为德国在内的七国集团应该沟通 由于双方存在分歧 日本政府并没有公开谈话的内容 香港甲型肝炎个案未证实与降果有关 香港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说 未能证实本港甲型肝炎与降果有关 高永文说 根据防患中心掌握的数据显示 本港今年以来收到64宗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承报 较过去几年每年平均约40宗为多 他还表示早前澳洲甲型肝炎爆发 连系列一批中国包装降果类产品 而本港的感染个案当中 只有8名病人承认或者是记者 曾进食这类降果类产品 在流行病学上未能证明与进食降果有关 但无论如何 为了安全起见 食物安全中心都会继续抽查市民出售的降果类产品 不过高永文也同时指出 即使食安中心会在市面抽查降果类产品 但未必能够检验出有的病毒 提醒市民在进食降果前必须要彻底的洗干净 中电多耗燃煤排放量大增 据中电年报显示说 中电14年用于发电的煤消耗量为超过54万兆兆焦耳 按年上升2成5 而排放量方面 14年力壮物总量排放为11000公吨 按年增加超过一倍 另外中电1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 每度电0.84千克 创下了8年新高 中电解释主要是由于香港发电资产权益增加 以及年内可生再生资源项目输出量 普遍减少所致 世界自然基金会助理经理谷伟木表示说 中电于14年购入更多燃煤 显示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较少 令煤炭排放强度飙升至了07年以来的最高位 批评中电此举加剧全球暖化问题 而他同时也指出中电位符合15年的减排标准 愿始终愿意增加天然气的比例 质疑中电不用这么担心 港股焦头炙热新增开户飙升 本港股市近期焦头炙热吸引了不少内地人跃跃于世 证券界透露说 近日不论是本港或者是内地股民开户的情况都显著增加 也曾目击有内地居民自协大量的现金到港炒股 但奉劝内地居民不用这么以身防险 因现实是可以透过电汇来安排大笔汇款到港 稳正安全 有证券界的人士分析说 最近内地和本港股民开户的情况增加 每日有10至20宗新增开户 而去年5月至6月股市淡静时 一日都未必有一宗新增开户 他续指确实有内地居民会携大量现金到香港来炒股 还说其实现在用电汇已经可以汇款30万至40万元到港 根本不需要直接懈怠现金过境 关注完要闻来看一下 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港股的情况 港股还至今早是低开高走 核电股博彩股成为了市场亮点 截止到今天收盘为止 恒生指数涨0.44% 涨120.89点 报27739.71点 国际指数涨1.72% 涨248.31点 报14720.13点 核电股大涨中广核矿业涨9% 上海电器涨10% 哈尔滨电器涨15.6% 东方电器涨10% 中和国电国际涨16% 中广核电力涨9% 而在博彩股方面 是反弹 银河娱乐涨3.8% 金沙中国涨1.2% 新豪国际发展涨2.23% 新豪博亚娱乐涨1.87% 美高美中国澳博控股 永利澳门涨超1% 石油股上涨 中含油涨3.4% 中石化涨3.5% 中石油涨4.3% 港股通传好消息 50万门槛将放宽 互港通制度的持续优化 将为港股注入新的上涨动力 然而港股通在4月8日和9日额度 连续用完之后 近日在线交投弹劲 4月15日 港股通每日额度余额为 99.4亿元 也就是说仅仅用了5.6亿元 4月15日 有外媒报道称 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 正在考虑放宽 内地投资者通过 互港通投资港股的门槛 目前内地投资者 需要满足证券账户 及资金账户中余额合计 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要求 方可透过互港通投资港股 证券界认为 50万大闸一开 将有更多投资者资金 涌进港股炒股 一定会再次爆炒港股市场 而市场认识也认为说 这一次的消息 会会成为港股后市的新动力 令市场炒风再度升温 中国神华今年煤产量 要最多减6000万吨 据路透报道称 中国神华集团副总经理王晓玲表示 今年神华煤炭产量 将比去年减少5000至6000万吨 并努力加快国际市场开发 神华煤炭出口量下一步 肯定会有再多的增长 他在2015年中国国际煤炭大会上表示 中国煤炭行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但是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短期并不会改变 煤炭行业仍有发展的机会 神华将会加快向清洁能源供应商转变 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他也说 努力加快国际市场开发 神华出口煤下一步肯定是有更多的增长 截止到目前为止 神华集团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装机达到了560万千瓦 未来将进一步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将会达到了10%以上 光控尼组超过50亿私募基金投资欧亚资产 据信报报道称 光大控股香港的股票代码为165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 接受外电访问时表示说 计划今年成立一支规模超过50亿元的私募基金 在人民币对许多货币走强的背景之下 会选择便宜的地区 向欧洲和亚洲投资基础设施资产 承爽同时也表示说 目前该公司正在中欧和东欧寻找投资的机会 投资对象包括波兰等国 承爽续指出 光大控股正在推动资产管理规模加速成长 虽然人民币在美元升值之际略有下跌 但是对其他主要的货币依然是保持强劲 光大控股资产管理规模 已经是从2014年的580亿元增至了近700亿元 预计到年底将增至800亿元 再来关注一下 国泰与港龙首季客货运量举升 据才华社报道称 国泰航空代码293与港龙航空 今年3月份合并结算的客货运量 两航空公司在3月份合共 载客288.71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1% 乘客运载率上升了5个点 百分点至87.3 以可以用座位千米数计算的运力 则上升了5.7% 今年首季的载客量上升了8.6% 而运力也增加了6.9% 两航空公司在3月份运载的 货物及邮件合共15.77万公吨 较去年同期增长1.5% 而运载率为68.4% 上升了1.7个百分点 以可用货物及邮件 吨数米数计算的运力下跌了0.1% 而货物及邮件收入吨千米数的 升幅为2.4% 今年首季的载货量上升了12.3% 运力增加了9.8% 而货物及邮件收入吨千米数 也上升了15.4% 关注完所有的药文资讯来关注香港现在的天气 香港现在平均气温是在26摄氏度左右 天气晴朗 下午炎热即干燥 谢谢观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